歡迎來到文化新生活之家國生活 我是Jeff 和你主持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晚上11時的財經節目 和你分享上一個星期在金融市場 一些值得留意的消息 和告訴你今個星期 有什麼可以在股票市場賺到錢的機會 上個星期日10月11日當我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看著你現在畫面見到Dow Jones 由10月5日至10月9日上個星期我覺得是一個uptrend 而Nasdaq亦都是10月5日至10月9日是一個uptrend 而SNP標準普爾500亦都是由10月5日至10月9日是一個uptrend 跟著我看10月5日至10月9日的CBOE Volatility Index的VIX 我見到它剛剛在25的位置 而我看回的trading range是由25至30 我覺得可能剛剛過去了的今個星期 即是10月的12日至16日我覺得VIX可能會繼續跌 即是說我預期SNP會繼續升 而Nasdaq和Dow Jones都會繼續升 所以我上個星期的trading plan就是如果10月12日至16日 如果市是繼續升的時候 而它跌的話我就會用一個很小的small position去buy the dip 希望它的市會反彈 畫面見到的是剛剛過去一個星期10月12日至16日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12日星期1日加拿大是Thanksgiving day是沒有開市 但美國的市場一直都有成交 12日我見到市是升 但很可惜為何最後30分鐘和1小時左右的市會跌 而接著13日至14日也跌 而15日也有一個gap down 一開始時大跌 但之後升 接著16日星期五我見到市又升 但有一件事我也是不太明白的 就是為何差不多3點鐘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時就收市 接著市會跌下來呢 而如果你跟著看回NASDAQ 你也會見到它星期一12日升 接著最後一個小時跌下來 而星期二和星期三 13、14日 NASDAQ是14日那天跌多些 而之後15日那天也是gap down 開始時大跌 然後慢慢上來 直至到16日星期五 慢慢升 但之後又跌 但最後一個小時又跌下來 S&P500同樣地也是 12日星期一那時升 但最後一個小時左右 也是市跌下來 接著13日星期二跌 14日星期三跌 15日星期四也是一個gap down 但之後上來 而16日星期五 升之後再跌回 而最後一個小時 我相信是所有的投資者 或者都還在怕 究竟不知道市場會發生什麼事 究竟Donald Trump和Nancy Pelosi 談不談得點數 究竟美國會有多少新錢 去刺激這個經濟 而Steven Mnuchin和Nancy Pelosi 將會在今天18日 每個星期日 他們說會再聊天 但是這一分鐘這一刻 我都未聽到 現在他們有任何的會議 以及有任何進展 看CBOE Volatility Index VIX星期五的位置 是去到27.41 剛剛在25和30的trading range中間 既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會估計下一個星期 可能VIX會繼續上升 即是說Volatility會繼續增加 也就是說我覺得下一個星期 S&P500可能會繼續跌 Nasdaq是會可能繼續跌 Dow Jones是可能會繼續跌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下一個星期 即是明天10月19日 至到10月23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的trading plan 大概和過去的星期 10月12日至16日 沒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雖然如果你記得的話 當我在10月11日 做節目的時候 我是說我會看12至16日的市是會升 而今天10月18日 我做節目的時候 我是看10月19日至23日的市是會跌 市場的direction的看法 我是完全相反的 上一個星期我覺得市會升 下一個星期我覺得市會跌 但是我的做法 我的trading plan 我的交易計劃 依然是一樣 我依然是會用small positions 下一些細些的單 我依然是覺得Donald Trump的stimulus plan 是會影響到市場的波幅的volatility 也因此如果市是真的大跌的時候 我也會找機會去buy the dip去入市 買個市會反彈 我依然覺得一些你和我也很熟悉的 大的technology stocks 是overvalued 但是我留意到他們的trading volume 和price action 可能已經並不是一個overbought的地步 有些投機者他們可能大膽過我 或者他們知道的資料和我不一樣 而他們去入市繼續去炒高這些NASDAQ的大籃籌股票 但是我自己本身就不會做這個 我依然會留意有些什麼突發的事件 一些你和我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 會發生會影響到一些股票的走勢 我依然會留意一些新上市的IPO 一些股票在你和我心裡暫時都沒有一個叫做正常的價錢 因為這些股票的價錢能夠給你和我去炒高 或者質低的機會是會大很多 而我就是用這個volatility去賺錢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上一個星期當我洩跌的時候 我自己有沒有buy the dip呢 結果就是我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I did nothing 我什麼都沒有做到 而我亦勸你如果在下一個星期 即是10月19日至10月23日 如果你真的見到市大跌的話 那你自己應不應該buy the dip呢 我再一次呼籲你 你需要當我這個節目是一個娛樂性很高的節目 你聽了我跟你說故事講半個小時之後 覺得娛樂了你之後你就很開心 但是最好就什麼都不好做 因為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我不想你虧了錢和你老婆吵架 因為我不想發生這件事 另外我也想多謝我一個朋友 如果你看到在畫面我這個slide 我用了幾個星期 原來我一直都是寫錯了一個字 以往我小做小錯是用了大小那個小 寫了一個白字 正確的應該是小字加一撇 小做小錯 那我多謝我朋友更正我 還有真是醜死怪了 這麼大個人竟然寫這些白字 請你原諒我 然後有14段不同的消息跟你分享 在過往一個禮拜我找到這14隻股票 是有機會賺錢的 如果在這半個小時的收音機節目裡面說不完 我邀請你去YouTube和Facebook 繼續看這個禮拜這個節目的video 第一隻是迪士尼和路迪士尼 迪士尼在9月29日出了這段消息 因為coronavirus影響到他Theme Park的入場人數 所以他要lay off28,000的員工 星期一10月12日他出了一段消息 迪士尼說會重組他自己的online business 即media entertainment business 而會將重點放在他online streaming services 這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online streaming可以收你和我大家一個月費 而他的成本價基本上是零 所以每一個subscriber給個月費 差不多全部都是100% pure profit 也因此我很喜歡他這個商業模式 這個business model 只要迪士尼做得好的話 他是會令到他自己公司的盈利會增加 而我希望可以offset到大部分 他先拍虧錢的情形 但是整盤數 迪士尼究竟最後一家大公司 因為這麼多種不同的事情發生 會令到他虧錢還是賺錢呢? 可能要起碼看多一至兩個季度才知道 10月12日當他發布了這個消息之後 迪士尼的股票曾經是衝高去到132元 但是之後可能大市匯或者有些投機者獲利回套 到星期五收市價是126.81元 因為迪士尼宣布了這段消息我覺得是好的話 我現在會看著迪士尼當是一個long term 長線的投資去看 但是我暫時不會入貨 因為我自己喜歡一些短期內可以賺到錢的catalyst 一些短炒的機會 但是迪士尼在我心目中現在 再次是一個長線可以投資的股票了 只要他的media entertainment business做得好的話 我覺得迪士尼長線來說 現在會有一點點起色 但是你就最好什麼都不做了 第二隻股票是Snowflake 9月15日當Snowflake設定了他的IPO價錢 是120元一股的時候 他的公司的valuation的market cap是33.3 billion 而在120元的價錢 他的valuation是33.3 billion 是等於Constellation Brands這間公司那麼大 當他一開市245元的時候 他的market cap就升到68.8 billion 等於John Deere這間公司那麼大 而在他當日最高位319元一股的時候 他的valuation就去到88個billion 即是相等於American Express這間公司那麼大 當他第一天收市254元的時候 他的valuation就是70個billion 即是等於Goldman Sachs那麼大 之後我一直都沒有留意Snowflake 直至上一個星期110月12日 我見到有5間公司 Goldman Sachs給了一個buy rating 設定了一個target price268元 JP Morgan做了一個neutral rating 設定了一個247元的target price Deutsche Bank最高給了一個buy rating 設定了305元的target price Mizuho設定了一個buy rating 這個target price是300元 Piper Sandler給了一個overweight rating 設定了一個264元的target price 我在Facebook上放了這個post 我說don't hate the player get good at playing the game 我是嘲笑著華爾街這個wallstreet game 因為我知道作為一個mutual fund manager 一個portfolio manager 你現在就有5間公司的analyst report 去justify你自己為何assist 那隻mutual fund 你是要拿snowflake這隻股票了 因為你可以理所當然地說 喂,Goldman Sachs,JP Morgan, Deutsche Bank,Mizuho和Piper Sandler 他們的target price都設定很高 和那個rating都是很positive的 那當然我們自己這隻mutual fund都要拿啦 而萬一如果這隻股票是跌的話 你同樣地可以理直氣壯地說 喂,Goldman Sachs,JP Morgan, Deutsche Bank,Mizuho和Piper Sandler 和我一樣都跌了眼鏡 那真的不關我的事啦 那真的因為市場有些 你和我大家猜不到的東西 令到這隻股票跌啦 我一向都很明白這個遊戲是這樣玩的 那所以我這個Facebook post 其實在這裡嘲笑著這個Wall Street Game 我說Don't hate the player,Get good at playing the game 希望你和我大家都可以在這個例子 這個example去學習一下 那至於現在應不應該買snowflake呢? 我就不會啦 因為我看不到有任何的catalyst 是會令到snowflake的股票大大上升 除了他下一季的季度業績 那但是當時間接近那時候 你和我可能會看到一些新的現象 例如那個price volume action 或者有另外一些analyst出來說話 或者他自己的CFO或者CEO會上CNBC被訪問 到真的有些這樣的事情發生那時候 可能的股票價錢已經會上升了少少了 那去到時候入貨也可能太遲 但是暫時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事 會令我有任何衝動去買入 或者去拋空snowflake的股票 所以我什麼都不會做 I shall do nothing 第三隻要和你提的股票就是Wafu Education Group Limited 華富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在10月12日星期一收了市之後 這隻股票在我的stockscreen上彈了出來 因為它當日10月12日星期一的成交量 忽然間去到11885344股成交 而我看回之前星期五 10月9日的成交量只有5200股 10月8日的成交量只有32300股 而近期最高的成交量在9月28日只有309200股 如果我看回由9月21日至10月9日 它通常平均的成交量都是5萬股左右 但是為什麼10月12日星期一 忽然間的成交量會去到11885344股成交 那麼厲害呢?究竟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我看了它的網站大概幾分鐘之後 我已經沒有興趣繼續去調查發生什麼事 我的經驗告訴我 通常都是有些投機者或者有些內幕消息的人士 炒起了這隻股票 所以我就決定跟著那天 我會short sell華富這隻股票了 可惜我借不到貨 畫面裡面你看到是10月16日的收市價 4.8.5元 而到現在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股票價錢被人炒高得這麼厲害 它去到差不多7.7或8元的價位 之後13日星期二、14日星期三 我的股票一漏 我相信是投機者獲利回套 將它的股票扔到差不多4元那麼低 但是竟然15日和16日 是不是有人撿死雞呢? 還是他們知道的東西我不知道呢? 將這隻股票炒回去 星期五的收市價4.8.5元 我在我Facebook的post 10月16日星期五就說 Unable to get borrowed 因為我借不到貨 所以我自己本身不能夠拋空華富這隻股票 這個機會可惜我自己賺不到錢 我也覺得the catalyst is gone 即是下一個星期 明天19日星期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有一班人會炒起這隻股票 或者有人會繼續質低這隻股票 但是它現在4.8.5元這個價位 已經是去到平時 叫做正常的價錢位 沒有任何突出 所以我什麼都不會做 I shall do nothing 而我和你分享這隻股票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有機會見到一些股票 無厘頭地忽然間彈到它很高 而你是夠膽而借到貨的話 你可以嘗試一個small position 很小很小一張單去拋空這些這樣的股票 通常都會是跌下來有錢賺 但是我自己可惜不幸借不到貨 我就沒有機會賺錢了 但這個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希望下一次又下一隻股票 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和我都可以借一個機會去賺到錢 但是我重複明天19日星期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再不會看華富這隻股票了 因為我已經覺得機會已經是完了 The catalyst is gone 還有我自己也知道是借不到貨 所以什麼都不需要做了 第四隻我留意到的股票 是Dada Nexus Limited 達達集團 因為在10月12日星期一收了市之後 我的stock screener告訴我 忽然間10月12日這隻股票的成交量 去到2.6 million shares 266萬股那麼多 我很奇怪 為什麼我的stock screener 在再之前的10月9日星期五 當這隻股票成交量去到400萬股那麼多 沒有告訴我呢 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的algorithm的操作 我自己都不太明白 但是我看看10月8日的成交量76萬股 10月7日的成交量51萬股 他忽然間9月29日那天有150萬股成交 但是通常達達集團 它都是不超過100萬股 它是約60至70萬股 每天的成交量 那為什麼10月9日會有400萬股 10月12日有266萬股成交呢 還有股票都一直在微微升呢 通常都可能是有些實實在在的事情發生 令到有些投機者和投資者 去慢慢地去湧入這隻股票 去炒起它大概十幾個%左右 那我就嘗試去到它的網站去研究一下 我發覺全部都是中文 但是我相信這間公司是做 譬如物流、運輸或者等於Uber這樣的生意 但是Dada和Didi被收購了的China Uber Didi可能的操作有少少相同 有少少overlap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Didi會大過達達集團 所以這隻Dada 我看過它的Investor Relations 少少的資料之後 我都暫時未知道為什麼會有人炒起了這隻股票 我10月12日的時候 我在我Facebook上就說very suspicious 可能有些事發生著我是不知道的 之後我再13日再track著它的股票 發覺它再微微地上升了 而跟著那幾天我就忘記了它 直至到星期五收市的時候我再看看 發覺原來16日那天它也再升了差不多9.49% 今次收36.91美金一股 即是說上個星期其實它也升了很多 但是我到現在都不太知道背後的原因是為什麼 那麼我決定明天星期一 10月19日開市的時候 我會繼續看著這隻股票 但是直至到我明白為什麼它會上一個星期一直上升 之前我都不會買入也不會拋空 我只會將這隻股票放在一個我很好奇的空間裡邊 一直留意著它 直至到我明白到發生什麼事之後 然後我才會作出決定它怎麼做 所以下個星期我暫時的決定就是 什麼都不會做 I shall do nothing 如果你知道為什麼這隻股票上個星期升了 麻煩你去Facebook那裡 留下一個留言給我 讓我可以再看一下 究竟這隻股票是應該買它升 還是short sell 折低它的價錢 去扔它跌呢 如果你知道的請你告訴我 第五間我留意到的股票是LIVN 在10月12日星期一收市之後 它的股票在我的stock screen彈了出來 因為它的成交量忽然間那天去到100萬股 而之前10月9日的成交量只是33萬股 而再之前10月8日的成交量只是56萬股 這隻股票通常的成交量只有50、60、70萬股成交 但是10月12日忽然間它的股票升了13%那麼多 和成交量去到100萬股 原來因為有一段消息出了 一個我自己叫它做 Activist Shareholder的Primestone這間公司 要求LevenovaLIVN去重組它的公司 賣出一些虧錢的生意 和去restructureLIVN的公司 而Primestone覺得LIVN如果做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可能股票會升到100元一股 Primestone這間公司是由三個以前 在Carlow Group的Partner組成的 它現在好像有2.2%LevenovaLIVN的股票 Primestone他說如果一個投資者 拿著LIVN的股票 由2015年到現在2020年的回報率是-17% 但是相比之下其他同類公司的回報率是-171%的回報 所以LIVN現在是-seriously underperforming 也是因此需要做restructuring去重組 我上去LIVN的網站 略略看過Levenova跟公司的運作 我明白到Primestone它的要求是make sense的 但是你和我不知道的就是 究竟Bord有多支持Primestone的建議呢? 畫面裡面是由2018年至到現在 LIVN的股票 你看到它是一直跌 而近期幾個星期 就是約略升回去收市價 10月12日的$56.85元 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 Shareholder activism 在某程度上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心裡現在叫Primestone 做一個activist shareholder 如果它的Board是同意Primestone的建議 而真的很efficient and effectively 去執行這個corporate restructure的話 沒錯LIVN的股票可能還有很多因素 可能會有機會真的會上升 但是如果Board和Primestone 是一直在吵架的情形之下 可能LIVN的股票也會被拖累到 而因此一直下滑 我覺得不知數實在太大了 所以現在因為我不知道Primestone 和Levenova的關係 和它的Board of Directors的關係 究竟是很癒壞 我是很難決定究竟這隻股票上升 還是下滑的機會大些 暫時我決定什麼都不會做 I shall do nothing 但是當我知道Primestone 和LIVN的Board of Directors 究竟如果是談得到數的話 我就覺得這隻股票會有機會上升 但是始終都要看一下大市的走勢 和這間公司restructure之後 它變成什麼樣 它的生意會不會繼續賺錢 和賺多少錢 要看一下它的earnings report 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做 但是暫時我覺得這隻股票 並不是一個短炒的對象 所以我決定明天10月19日 星期一 什麼都不會做 I shall do nothing 第六段我留意到的消息 是關於Joe Biden 你可能聽過股票市場 漸漸地覺得 Joe Biden可能會成為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而Donald Trump並不能夠連任 那Joe Biden的Democratic Party的顏色是藍色 而Donald Trump的Republican Party的顏色是紅色 那Blue Wave其實也是一個投資理念 就說如果Joe Biden真的成為美國總統的話 這個Joe Biden的Green Plan 或者The New Green Plan 一個Green Investment 綠色的投資 一個環保的投資 就會是將來下一屆Joe Biden做美國總統 大力會推薦的綠化投資 而這個和我們現在Justin Trudeau 他所大力推薦的Green Investment 的綠化投資 可能會在一起 加拿大和美國 或者和歐洲其他國家 一直會配合 在Reuters 10月13日 這個article提出了在Joe Biden的Administration 情形之下 或者市場覺得Joe Biden會成為美國總統 而因此畫面裏這隻Solar的ETF 在過往幾個月一直都在上升 而另外這間公司叫Next Era NEE 也是在Reuters的article裏提到這兩間公司的 這個是TAN Invesco Solar ETF 由2020年到現在的走勢圖 10月16日星期五的收市價是$73.01 而這個是NEE Next Era Energy 由2019年5月到現在 2020年10月16日的收市價是$305.06 這兩間公司我都沒有研究過 但是因為Reuters這個article提出這兩間公司 我就和你提一下這兩隻股票 我下個星期可能會花多少時間去研究這兩間公司 但是不可不提的是 第七段消息也是和Joe Biden有關的 Joe Biden的兒子Hunter Biden 他的Laptop裡面的相片和email 流出了給Donald Trump 用作一個政治上去攻擊Joe Biden的武器 究竟美國人或者你會不會因為Hunter Biden Joe Biden的兒子 因為他的Laptop的相片和email 或者Joe Biden的兒子或者Joe Biden他自己 和一些和中國糾纏不清的關係 而令你不會去選Joe Biden做美國總統 而繼續去選Donald Trump做美國總統呢? 暫時沒有人知道 但是因為Joe Biden這件事 影響到有兩隻股票 一隻就是Facebook 另一隻就是Twitter 因為Facebook和Twitter都嘗試去blog了一些關於Hunter Biden 這段醜聞的消息 而Donald Trump他自己因此也覺得很不滿意 Donald Trump自己說Facebook和Twitter 這樣做法是不公平的 我自己一向都有個偏見 就是我覺得NASDAQ一些大籃籌的股票 譬如Facebook和Twitter 都是overpriced 他們的PE ratio Price Earnings Ratio已經是overpriced 所以因此 就算Facebook和Twitter 因為這兩件事而跌 我都不會buy the dip 當我之前跟你說buy the dip 我意思是買整個大市的index去反彈 而並不是個別的股票 Well,或者你可以說 Never say never 如果我真的見到一些大籃籌的股票跌得很厲害的話 我可能會consider buy the dip 但是暫時我覺得Facebook和Twitter 就算因為這件事 令到他們的股票take a hit去跌了 我都不會去buy the dip 我依然是會看index buy the dip 多個去看個別股票去buy the dip 所以我把第六和第七段的消息 夾在一起跟你說 就是留意下TANNEE 和Facebook和Twitter的股票 但是我自己現在這一分鐘 這一刻的決定就是明天 10月19日星期一開始的時候 I shall do nothing 我什麼都不會做 第八段消息是說幾間 關於做著coronavirus vaccine 藥苗的公司 Astrasetica上一個月 當他們做著 vaccine測試的時候 發覺其中他們有一位參與者 有一些不能解釋的病徵 亦因此停了他们在英国、英国的测试 隔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恢复了他们在英国、巴西、南非和印度的测试 但暂时AstraZeneca在美国的疫苗测试暂时未恢复 而Johnson & Johnson当他们在做他们的疫苗测试时 亦是发现有一个参与者 有一些暂时未能解释的病症 亦因此Johnson & Johnson暂时停了他们的疫苗测试 我在网上找到Johnson & Johnson的测试程序 都是很谨慎的 至于对Johnson & Johnson的股票影响 我一面见到2020年10月13日 当Johnson & Johnson宣布要暂停他的疫苗测试时 当日他的股票跌了3.48元或者2.29% 是收148.36元 之后在这个画面你见到Johnson & Johnson的股票 跟着大市或者他自己药苗测试的消息 一直都有跌 而跌得最厉害的是星期四10月15日 但你记得当日三个大市 Dow Jones Nasdaq和S&P 500 都是跌着 而10月16日的股票微微反弹 但16日星期五收市时是收148.01元 而收市之后 场外交易跌到147.67元 即是Johnson & Johnson的股票 依然是低过他当宣布 他停止了他的药苗测试之后的价位 而Eli Lilly也宣布了一段消息 说美国的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发觉他在生产COVID-19药苗当中的程序 在资料搜集和发布的方面可能有点问题 而Eli Lilly和FDA现在正在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画面是Eli Lilly的股票 你见到他10月13日宣布这段消息时 他的股票也是跌了 10月13日当日他收市价是大概150.08元 之后14、15日的股票跌 16日星期五微微反弹之后 但是收市时也跌回 10月16日星期五收市价是146.01元 低过他10月13日宣布他这段消息时的150元的价位 为什么我会和你提Astra Seneca Johnson & Johnson和Eli Lilly这段消息呢 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做Operation Warp Speed的计划 Donald Trump他给了很多钱一些药厂 去同时间当他们研究着药苗的时候 同时间去生产研究着药苗 而这些药苗当生产的时候 是未证实真正是可以防止到COVID-19 和对Coronavirus是有效 即是说Operation Warp Speed的钱 现在是给了一些药厂去生产一些是没有用 没有用的药苗 而你和我是需要将来如果有信心 是知道一间药厂收了Operation Warp Speed的钱 去制造出来的药苗是真的有效的话 你和我必须相信 这些药厂当他们生产药苗的时候的程序是正确 和这些公司的CEO 如果发觉他们自己公司的药厂生产的药苗是没有用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勇气去告诉你和我听 他们生产的药苗是没有用的 他们浪费了很多钱去生产了一些没有用的药苗 而他们有个勇气去毁灭了这些没有用的药苗 因为如果这些没有效的药苗 是给了你和我大家注入了我们的身体 可能是一个副作用有一些坏的后果 在Operation Warp Speed里面暂时我们知道收了钱的 是Johnson & Johnson和AstraZeneca 和有几间不同的公司 我和你分享刚才那几段的新闻 就知道Johnson & Johnson和AstraZeneca 都是收了Operation Warp Speed的钱 而如果Johnson & Johnson和AstraZeneca 或者这个List上面所有其他的公司 如果真是发觉自己在生产和研究的药苗是没用的话 我再一次呼吁他们的CEO 一定要有一个勇气出来 告诉我们的真相 和毁灭了一些没用的药苗 而避免害到你和我 我暂时都很有信心 我知道在美国生产的药苗 大部分应该 他的CEO都会有这样的勇气 是和我们说真话的 但是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坏分子 但是暂时你和我都不知道真相 我们唯有凭信心去希望 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有效的药苗 是对抗COVID-19和Coronavirus 第九段和你分享的股票 是BTS、Bang Tank Boys、防弹少年团 因为他们的母公司Big Hit Entertainment 在南韓做IPO新股上市 而Big Hit Entertainment的Initial Price 是设计了在135,000的South Korean Won 等于115美元一股 而如果成功的话 将会是集资到820个Million U.S. 而Big Hit Entertainment的Valuation 就是4.09个Billion U.S. 这个IPO是over-subscribe了1,100倍 有1,420个机构的institution去参与 而是南韓South Korea 在以往三年内最大的IPO 画面里面看到Big Hit Entertainment 代号352820 在Korean Exchange 2020年10月15日IPO那天 它的issue price是135,000的South Korean Won 而收市那时 它是升了91% 是收258,000的South Korean Won 但是你要留意 2020年10月15日 周四它最高成交的价钱 是351,000的South Korean Won 而第二天 2020年10月16日 周五收市的时候 只股票跌了22% 由之前那天的258,000的South Korean Won 跌到20,500的South Korean Won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 或者投机者 很不幸地在周四 10月15日用最高的价钱 351,000的South Korean Won 买入了一股 而一直拿着它 只拿了一天 去到周五 10月16日收市的时候 剩下205,000的South Korean Won 那你就会是虧了43%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从未见过一只IPO的股票 在第一日IPO的最高位 一日之后会跌43% 那么多 很明显这是一只炒股 这只股票自己本身 并不是防弹的 但是BTS的歌 和它们的video 其实挺好看的 那我都建议你去看一下 虽然你未必是年轻子女 但是你都应该知道有这件事发生 第十段要和你分享的消息 是关于Nicola Corporation 在2020年10月16日周五 Nicola出来说 就算他们公司和GM的合作不成功的话 他们自己都会继续去研究电动汽车 画面见到是NKLA10月16日周五的股票走势 跌了$3.75 即跌了16.12% 收$19.55 而四点之后 场外交易微微升回$1.6 是收$19.7 之后我去看Nicola的puts and calls 画面见到2020年11月20日的expire 我发觉10月16日周五 有些人买了$12.5和$15的put option 也有些人买了$30的call option 即是说有投机者或者投资者 觉得由10月16日周五 $19.55的收市价 去到2020年11月20日expire那天 有些投机者觉得股票价钱 可能继续跌到低于$15或$12.5的价位 但有些投机者觉得 可能NKLA的股票 会升到$30以上的价位 两个很大的极端 即是说暂时市场的投机者 是不知道究竟Nicola的股票 或者Nicola这家公司 在未来的一个月去到11月20日 究竟是会发生什么事 我自己在上个月走了一转Nicola 赚了少少钱 感谢主 之后我自己已经觉得 这只股票没什么特别 除非GM突然走出来 说要取消和Nicola的合作 而令Nicola股票大跌 那可能我才会再考虑如何做法 但是这一分钟这一刻 当我看11月20日expire的puts and calls的走势 我觉得市场暂时是未决定到 这只股票的前景是如何 亦因此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做任何事 I shall do nothing 第十一段和你分享的消息 是关于几间不同的公司的 MonoChapelle在10月7日宣布了 他们现在Lifeworks这个软件的平台上 将会有Telemedicine MonoChapelle的股票在多伦多TSX上市MSI 10月16日星期五是收$28.99的加币 但是我并不是叫你去买MonoChapelleMSI的股票 因为Amazon在2020年10月16日出了一段消息 令我想起MonoChapelle 而Amazon在10月16日出的消息 就是说Amazon它自己本身为Amazon内部的员工提供一个Telemedicine service 叫做Amazon Care 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将这个Telemedicine service Amazon Care去推出去给其他的公司使用 我自己的揣测就是说 如果将来Amazon Care是推出到去加拿大的公司的时候 那Amazon究竟会是垄断了MonoChapelle的市场 垄断了LifeWorks的市场 还是Amazon会跟MonoChapelle签一个合作的协议 就是当一个员工 Access Human Resources的软件LifeWorks的时候 它的Request可能是之后会转到Amazon做Fulfillment呢? 会不会MonoChapelle背后加拿大的生意会被判了给AmazonCare做呢? 究竟两家公司Amazon和MonoChapelle 应该在这个生意上是做竞争者 大家compete还是大家合作呢? 我觉得合作会是好些 对MonoChapelle和Amazon两家公司都会有好处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加拿大的基金经理的话 我可能未必会买MonoChapelle的股票MSI 我可能未必会买Amazon的股票 我反而会留意一家加拿大本土的公司 叫做Newvay 它刚刚做了IPO 而如果你想知道多些关于Newvay这家公司的资料 你可以上去Wikipedia Newvay自己的网站 或者是我这个画面里面 Facebook我放了一个research report 是别人写的 你可以去我的Facebook page 看看这个research report 画面见到2020年10月16日 Newvay的收市价是$54.86加币 它是9月18日上市 那为什么我提Newvay这只股票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加拿大的基金经理 一个portfolio manager 而你一定要买Canadian contents的话 Newvay Corporation NVEI 在Fintech方面 是一家已经做了很久的公司 它是有revenue的 而且因为加拿大的股票的选择是很少很少 所以大部分的加拿大的基金经理的portfolio manager 都逼着要买一些加拿大上市本土的Canadian content 这个并不是一定需要 但是如果你记得之前我跟你讲过 关于Snowflake这个Wallstreet game 我告诉你 Don't hate the player Get good at playing the game 那在加拿大这个比较小的市场里面 我现在就告诉你 Newvay是一家公司 是可能将来你会见到有些analyst 出来去upgrade 说Newvay好哦 set target price是很高的哦 而给的借口 我们加拿大的基金经理去入货 今天我并不是叫你去入货 我只是告诉你 这家公司可能是一个好的candidate 给人去玩这个游戏 但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呢 可能是明天或者是一千年之后 没有人猜到 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太迟了 所以现在除非你是很多钱 可以全世界所有的股票都买了 否则这一分钟这一刻 我自己的决定就是 什么都不会做 I shall do nothing 第十二段跟你分享的资料 是由CNBC的John Najarian提供的 因为他在他自己CNBC的环节里面 就告诉你跟我听 他留意到有一间叫Flex的公司 CNBC的call option 给一些投资者或者一些投机者去抢购 而令到他自己都入了货 那他究竟入了什么货呢 他就是入了10月23日 expiry 12元exercise price strike price的call option 但是他也留意到 投资者和投机者也买了 11月20日 expiry 14元strike price的call option 画面里面见到Flex limited 10月16日礼拜五的收市价 是升了1.56元 升了12.41% 收市价是14.13元 那John Najarian 为什么会提到Flex呢 因为他连续两天都见到Flex的call option 都是给投资者或者投机者去抢购入货 画面里面我跟你分享一下 2020年10月23日 expiry 和2020年11月20日 expiry Flex的put option和call option 原来真的两个expiry date 都是多些投资者或者投机者去买了call option 画面里面你看到2020年10月23日 expiry date 12元strike price 在10月16日星期五的成交量 是有4754张12元strike price的call option 而2020年11月20日 expiry date 14元exercise price strike price 而Flex的call option 在10月16日星期五 是有10408张成交 而你和我都见到put option那边的open interest很少 即是绝少投机者觉得Flex这股票会跌 大部分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都觉得Flex这股票会升 这个令到我很好奇 我看一下究竟Flex这间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呢 我找到原来有一家叫做Leadertech的公司 和Flex签了一个协议去研究和生产 它的light radar technology Light radar叫Leader L-I-D-A-R 在画面里面你看到Leadertech 这个news release是10月13日的 而我亦再花了少少时间去看Leadertech的网站 知道Leader的产品将会在汽车或者self driving cars里面去运用 但是这段消息令我想起上个礼拜当苹果Apple 他推出他的iPhone 12的时候 或者iPhone 12 Pro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的相机那个camera 也都会有laser radar推出 究竟会不会因此而令到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销售量大大增加呢? 我不知道 究竟会不会令到Apple、苹果的股票继续上升 或者Flex的股票会继续上升呢?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继续留意着Flex的股票和他们的call option 如果我看到有机会的 我可能自己都会买少少Flex的call option 但是如果我真的买的 我会买2020年11月20日的call option 至于exercise price是多少呢? 我可能会买些out of the money便宜一点 因为还有很多time value 但是我现在这一分钟这一刻是未决定的 所以我依然都是会什么都不做 I shall do nothing 第13段跟你分享的消息 是关于Sorrento Therapeutics代号SRNE 因为10月16日星期五收市之后 这只股票出现在我的radar screen 它当日跌了10.49% 跌了$1.09,收$9.03一股 我很好奇想知道Sorrento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找到这段10月14日公布的消息 Sorrento它有一只药物是医治COVID-19的病人 将会是开始Phase 2 clinical trial 其实应该是一件好消息来的 为什么这只股票接着16日星期五会跌呢 我看回以往Sorrento所有出现过的新闻 我发觉2020年5月18日那时 它上过CNBC被访问 而当日那只股票是升了30% 升了$2.08 是收$8.04 在画面里面你看到5月18日那时 Stock chart的股票是升了上去 接着跌下来 接着6月8日那时 Sorrento的CEO也上过去CNBC被人做访问 但是当时的股票价钱是$4.72 由5月18日那时的高位跌下来 再下一次Sorrento被CNBC访问的时候 是7月20日 当时的股票升到$8.36 而再下一次Sorrento的CEO被访问的时候 是2020年的8月4日 当时的股票升到$12.84 而8月4日Sorrento的CEO上完电视之后 他的股票在8月10日 是冲到$18.82的高位 之后9月份跌下来 Sorrento在2020年8月4日 上CNBC的时候 告诉你和我听 他公司在做一个COVID trace test 一个测试剂 可以30分钟内 告诉你和我听 究竟我们有没有COVID-19 好像看起来很吸引 但是我看到2020年10月16日 有一段新闻 说原来Sorrento的CEO 在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那晚 再一次上CNBC做访问 但是暂时我在网上 还没看到这个访问的video 放上网 可能过一两个星期才会看到 但是2020年10月16日 这个article的人 他就说用technical analysis的方式去分析Sorrento 这只股票 说暂时 并未是一个买入Sorrento股票的适当时候 当我看了这个article之后 我就明白到 如果你和我是一个投机者 同样地因为这只股票 今天跌了这么多而好奇的话 而想着究竟好不好去执死鸡 会不会反弹 而看到这个article 那你和我都可能会停一停 不会去买这只股票 而因此炒风就因为这个article 而不会成立 记住我是在找一些机会 是可以炒起一只股票去赚钱 或者去折低一只股票去赚钱 所以我知道买它升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但是应不应该折低它呢? 因为这个article 其实是会帮到你和我折低这只股票的 我看回Sorrento的short term chart 我见到它14号15号和16号都跌 而如果你记得 之前我跟你说过Dow Jones Nasdaq和标准普尔S&P500 上个星期都是跌 所以Sorrento可能跟着的大市 投机者获利回套 走得快好世界 将Sorrento的股票卖出而折低了 我再看看Sorrento 10月16号收市时候它的options 而画面是2020年11月20日 expiry date的puts and calls 竟然我见到当日16号有很多投资者或者投机者 去买入了2020年11月20日 expiry date 10元exercise price strike price有2175张成交 我再看看我发觉put option的open interest 是低于call option的open interest 似乎大部分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 都是暂时看中call options那边 这个分析有机会错的 因为11月20日 expiry date 的call option 可能是上个月之前 当Sorrento还在高位trade时的人入货 因为他们在看Sorrento的股票可能会继续上升 而这些可能是择货在虚钱的call option 而这个put option的open interest可能近期买入 但Yahoo Finance给不到我的history 我不知道每一天的put and call option的成交量 和他们的adjusted cost basis 如果有的话我就可以很准确地知道 究竟哪个人何时入货和给多少钱premium 算出他们的estimation 觉得Sorrento究竟是会升还是跌 所以在有限的资料里面 如果我知道这个article是会质低Sorrento的股票的话 但是我看到call option多人是看它升的话 这是一个conflict 因为只有一边才是正确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就决定暂时什么都不会做 我会继续留意下Sorrento SRNE的正股的走势 看看股票会升停跌 我也继续留意下Sorrento的puts and calls的走势 但是这一分钟这一刻 我暂时决定什么都不会做 I shall do nothing 第十四段要跟你分享的消息 是关于一只叫Fasley FSLY的股票 在2020年10月14日星期三收市之后 Fasley宣布它的季度业绩是差 而场外交易跌了27.13% 跌了$33.42 剩下$89.76 为什么我会跟你提这只股票呢 因为之前我是听过这只股票Fasley的 而有一个人他都挺出名的 他每天在网上都会做直播 他自己炒股票做day trading的过程 而他给Fasley一个暗号叫Fisley 当他在他的节目中提到Fisley这只股票 那你和我就知道其实他是说Fasley FSLY 我可能记错了 但是根据我了解 他是告诉他网上的fans 他是拿着Fisley这只股票 和看好Fisley这只股票 所以当10月14日星期三收市之后 Fasley公布他的业绩 成绩是差的时候 而FSLY的股票是跌了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就立刻想起这段消息了 所以这段消息其实是一个境界 如果你是和现在一些叫做Robinhood traders 一些平时没有炒开股票 没有做开投资 但是因为现在COVID-19疫情 而你是留在家里 有空无聊无事做 而炒股票的话 那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现在的市是等于一个赌场 每一天的volatility都很厉害 而你是很容易买错了一些股票 因为投机的原因而炒高了 但是当股票真的宣布业绩的时候 跌回来 那你就会受伤了 所以我劝你其中一个方法 避免你受伤就是 不要去炒卖一些将会宣布业绩的股票 当你选择哪些股票去炒的时候 作投机的赌博的时候 你要小心点去选一些适当的股票去做投机 但是最好你就是什么都不做了 do nothing你就不会蚀钱了 记住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就不错了 多谢你 下个礼拜再见